举之手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如果现在你要买房 你必须要看的一期视频 那这个呢我是跟新手小白说的 就是在美国无论市场如何 无论经济情况如何 你什么时候都能买房 住宅类的什么什么时候都可以买 早买早得利早买早好 但是在现在高房价高利率的前提下呢 我就特别想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买自住房 你在买房之前要做好预算 如果你买出租房 你在买房之前你要算好账 确保确保你能以房养房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房价太高了 因为贷款利率太高了 如果房价持续的高 利率持续的高 你之前你想的 你说我先买了吧 我首付有了 我3.5%的首付就能买自住房了 我看那边出租房 好像价格还可以 我怕涨价 我现在25%的首付有了 那我就买吧 因为贷款利率嘛 我先买一下 等到贷款利率了 降了我就重新贷款 我先熬过这一段时间再说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个高利率时代 我们不知道要持续多长时间 现在有不确定性 很可能就不能如你所愿 就如果在高利率这段时间 你熬不下去了 那熬不下去了 你没有别的选择就是卖 房子跟其他的投资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流动性非常差的 房子就叫不动产 如果你要转卖的话 你就知道你要有10%左右的转卖成本 包括总结费呀 过户费呀 律师费呀 各种要交的税呀 然后任何的房子在上市之前 你一定要花一些钱的 房前午后你要弄一下的 你要摘化的 你要耍墙的 有一些问题你要弄的 那这些都要花钱 你都要预算出来 大概10%左右的转卖成本 然后你买的房子 你现在高房价下买的房子 不能保证你在短期内就有10%的涨幅 那如果没有10%的涨幅 或者说就没有涨的前提下 你这10%的成本相对于你20%的首付 如果你是自住房 那就相当于是50% 你说我的房子买了一年 我撑不下去了 我要卖 我房子房价根本就没涨啊 但是我现在一卖一算 大概有10%的成本 但在这个房子里 我只投入了20% 现在一下子就有10%的成本 相对于你20%的首付 你的首付相当于亏了多少 亏了50% 那如果你说我是投入房还好 我投了25% 那你如果是出入房 你投了25% 亏了10%这个成本 对于你25%的首付 这个投资来说 相当于是直接损失了40% 所以如果你不一定能持有这个房子 能持有很长时间 你很容易你的投资直接腰杂一半 就大概是这样的数 2024年 现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市场 相对都是安全的 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的 只要通货膨胀存在 房价不会有问题 房租不会有问题 但是呢 你要有长词的打算 因为总是还是担心有一些意外发生 你要有一定的资金储备 这样万一有个风吹草动 你能继续能养得起房 你自己经济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 就说你要买的便宜 你自住的房子 你买的呢 养房的成本不能高 比方说地税呀 保险呀 小区物业呀 养房的成本不能太高 你能负担得起 出租房你买的 租售比较好 养房的成本也不能太高 你能以防养房 房客能帮你养房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2024年 就算是高房价 就算是高利率 实际上你怎么买也都不怕的 那在2024年呢 在现在的情况你买房 做好预算非常重要 说重要到什么程度啊 我都要做一期视频来提醒你 我在这期视频里 就是反复说的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无论市场情况如何 你买房的时候 其实不光是2024年 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你买房一定就是 确保在你的预算之内进行 在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你买自住房 你这个月供还贷啊 还贷应该照你 毛收入的20%到30%左右 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呢 你可能就稍微有点紧张 为什么说是你毛收入的 20%到30%呢 听我视频的人 很多人都是房东 都有出租房 你自己有房子要出租 房客来申请 你有个什么要求啊 你一定要求房客的收入 是租金的三倍 也就是说 住在你房子里的房客 他交的租金 是他毛收入的多少啊 是三分之一 大概是33% 但是你知道 房客住在你的房子里 他用交地税吗 他用交保险吗 他用交小区物业吗 房子坏了用他修吗 不用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房客住到你房子里 如果他没有三倍高的收入 你都不会要他 为什么你不要他 因为他有可能交不起租 那同样的情况 你现在买了个房 就跟实际上 就是跟租客 住到你的房子是一样的 你一买的这个房 你每个月就要还贷 你这个还贷就要控制在20%到30% 你所有收入的20%到30% 在这个之上 你比房客还惨 因为你要负担地税 你要负担保险 你要负担小区的物业 你要负担维旗维护 你要负担物业管理 你要负担招住费 你比房客有更多的花费 所以呢 你还贷 你月供 就相对来说 你一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最好是控制在20%左右 这是你如果是买自住房 那是高房价 高利率 你现在入厂买房 就跟你一条街 你隔壁的邻居老张 他可能是三年前买的 隔壁的老王 他可能是十年前买的 跟你这些邻居相比 你支付的房价比他们高 50%到3倍 如果人家是十年前买的 人家可能20万就能买到 如果是在三年前买的 可能40万就能买到 现在呢 你买得要60万 就是在亚特兰大 或者大部分地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 同样的房子都在一条街上 完全都是一样的 但是情况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美国有这个大数据 就是一定有违约的人 一定有拍卖的人 这是有个百分比的 那如果就说 在你这条街上 你这个小区的样本量 已经有200家了 在200家里头 比方说一定有5%的人 是交不起房贷在违约的 那你就想 在你这个小区 在这200户人家里 你看谁向那个要违约的人 是你三年前40万买的那个人吗 还是十年前20万买的那个人 人家那时候买的价钱又便宜 人家买的贷款利率又低 你现在买的价格又高 贷款利率又高 就如果大家说 一定要凑个百分比 让那个统计能够成立的话 能够站得住脚的话 人家一定看着你说 你的风险好大呀 我就随便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高利率 这一件事情的影响 如果在之前 30年固定利率是3.5% 那现在如果你的是7.5% 同样的情况下 平白无故的就高了4% 那如果之前你是50万的房子 80%的贷款就是40万 假定是自住房 那你50万的房子 你贷款40万 30年分期利率是3.5% 你每月还贷多少 1796美元 这个钱是小意思 因为50万的房子 你很容易就租到3000块钱 但是如果现在利率涨到7.5% 同样的房子 你每月还贷要多少 因为利息从3.5%涨到了7.5% 你每月的还贷就变成2796了 那2796跟之前的1796 平白无故的每个月还贷 你就多涨了1000块钱 这多涨的1000块钱 你之前3.5%利息的时候 是还1796美元 现在是还2796美元 多涨的1000块钱 相对于你之前的1796 你还贷涨幅是多少 相当于平白无故的 就多了56% 你每个月还贷平白无故的 就多了56% 就是因为贷款利率涨了 那如果你就说 我就贷这一次款 我就买这一次房 我真的在里头住了30年 我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利息 全部还完了 如果是3.5%的利息 你整个30年 还的利息是多少啊 就是24万6 但是如果是7.5%呢 你还的利息是多少 是60.6万 相对涨了多少 你多付了36万 就是因为利息这一件事情 你买的是同样的房子 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什么花费都是一样的 就是贷款利率 这一件事情 就你在整个还贷期间 你多付了36万的利息 那我们现在再看 你跟邻居相比 你的邻居买的房价低不低 你的是60万 人家都是20万 或者是40万 人家在三年的买房的时候 或者是在五年前 人家一定是重新贷款了 人家一定是换到了低息贷款 他们的贷款利率 一定是比你低的 你是7.5G来的 人家都是固定在3.5 甚至有的人还不好意思的跟你说 我的是2.5 人家的买价低 人家的贷款额度低 为什么贷款额度低 人家买的房子便宜 肯定贷款额度就低了 人家的贷款利率低 跟别人相比 你就好惨 你说我买的房价也高 我贷款利率也高 那这个不是你的命好惨 是别人的命太好了 他们占了低房价的光 他们占了低利率的光 就你现在投资的一个市场 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市场 只要通货膨胀债 只要是美国有人来 只要是你买的那个房子 你粗略的估算 你的收益率 能在7%左右 你就能以房养房 你投资房地产还是可以的 但是那些别人就占了好处了 他们运气好 因为他们占了低房价的光 他们占了低利率的光 那这些人 比方说最近我们想到是谁呀 可能就是有才哥 他们买的房价还算可以 他们的利率非常低 你说他们有风险吗 他们不会有风险 因为利率低这一件事 直接就坐实了 他们能够以房养房 他们买的房子 能够以房养房 说最差最差的情况 我自己买的那个房子 我租不起了 我自己换到小房子了 那我就拿出来出租 我出租的钱足够我去养房 但是到你这儿呢 你就要很小心 因为稍微没有算计到 可能就不能以房养房 像我们现在做商业地产多的 做房地产的 都有个什么感觉呀 因为过去十几年 太顺风碎水了 现在突然就在感慨 我们做房地产的 都在给银行打工 但是银行呢 他们也一度的苦水 就像现在在网站上 你要是看 有的银行像TBbank 他已经把他定期存款的利息 已经给到了7.5% 年化7.5% 你说他拿存款的成本 已经到了7.5% 他带给你7% 7.5% 他实际上也没多少利润 他比我们状况更惨 接下来给小白啊 如何确保在预算内购房呢 你就知道买自助房 是你自己在养你的房 所以你自己要看看 你自己的收入 平时的你自己的收入是怎么样 你现在计算 你最多你还房贷 每个月能还多少 那这个比例呢 你要控制在你毛收入的 20%左右 20%到30% 但是呢 你又要考虑你自己家的情况 养房的成本 要有房地产税 小区物业费 维修维护 保险 这些费用你要算进去 平均到每个月 养房的成本是多少 你们家的日常开销是多少 你这些都要算进去 在这个前提下 你还要保证你们家有 比方说三到六个月的储备紧 紧急储备紧 这样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有资金来应对突发情况 你如果这样算了一下 你发现根本就买不起 那买不起怎么办呢 因为你是买自助房 你一定要离你工作近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很可能房价很贵 那买不起就买不起了 你可以不买房 美国人相对挺幸福的 大概是65%比例的居民 都有自己的住房 那这个呢 在全世界可能也算是高的 在我们现在 目前在美国也算是高的 在今年2024年2月份 拥有住房的人的比例 曾经冲到了69.2% 就是人人都拥有自己的自助房 这个想法呢 在现在稍微有一点风险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量力而行 你说我买不起呀 我都要哭啊 我自己要生小孩了 买不起就去租 在美国跟中国不太一样 就是美国这边 在你工作的那个地方 有很成熟的出租房市场 买不起去租 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是出租房呢 这个呢 是你的房客帮你养房 你呢 做决策的思路就有点不一样 你要算足售笔 你要算存收入 这个就跟你想开个饭店 想做生意是一样的 你判断买还是不买的底线 就是我保守的估计 我能不能以防养房 或者是说能不能有一点现金流 我自己呢 我在什么呢 卖房子呢 我自己有一个出租房收入预算 有这样的一个表格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像这是一个四卧的房子 大概34万能买到 是吸引房 因为是吸引房 第一年所有的都是卖家报修 那租金呢 我们保守的估计是能租到2650块钱 那养房的成本有多少呢 地税 那个地方的地税 大概是房价的1.4% 它34万呢 每个月大概就 每年是5320 保险呢 每年大概是800块钱 小区物业 每年是500块 物业管理费 这个是我们收的 每个月100块 一年就是1200 招租费 假定房客每年换一次 就大概是1000块钱 我们收费呀 那如果房客叫我们割草呢 就是130块钱一个月 1560块钱 但是这个费用呢 有可能不用交 我们尽可能的跟房客讲 叫房客去交 杀宠费呢 13块钱一个月 每年就是160 那这个呢 我们也尽可能的叫房客去交 但是呢 我们都列上来 因为你在做这个预算的时候 要相对保守一点 其他呢 我们每个月预算50块钱 一年就是600块钱 这样一算下来 养这个房子 除了还房贷之外 每年的花费有多少呢 就是全部加在一起 是11140块钱 平均到每个月是928块钱 2650块钱的租金 减去928块钱 那剩多少呢 大概是剩1722 那这个前提呢 就是我们在吸引房 过户之后 有一个月的空房企 你要预算出来 那一个月这些费用 你还要交的 但是那一个月 你没有收入 那这个呢 你就算到最开始 买房的成本里 你总共现金流 是1722块钱 那现在有什么钱没算呢 你每个月还贷没有算 34万的房子 75%的贷款 就是25.5万的贷款 30年分期 我们假定贷款利率 预计是7.5% 那每个月还贷是多少呢 本金和利息合计 是1783块钱 你上面的现金流是多少 是1722 基本上差不多 能以房养房 但是呢 有点风险 风险就是万一 租金收不到了 万一突然多了某项费用呢 你需要搭钱进去 但是呢 稍微你有点缓冲 因为可能你不用付割草费 你不用付杀准费 你不用付其他的费用 你稍微有点缓冲 这就是 如果你算出租房 就大概是这样算 供你参考 那除了这个呢 你算完之后说 我能以房养房了 那最好呢 你再有一点点储备金 就是够你三到六个月的储备 你家里万一房客不交租了 万一你家里有紧急情况发生 你还有钱 能够应急这些突发的情况 好 那这是这一期 我想跟你分享的 就是说 不管是自住房 还是储住房 在现在这种情况 只要你去买 一定不会错的 但是错的是在哪呢 就是我怕你养不起 你留不住 自住房会让你居住的更舒服 然后自住房 你有可能是白住房 因为增值这些的 就叫你会有收入 你的收入不用交税 可能的增值很多 因为一般的自住房 你一住在里头 会住很多年嘛 这是自住房 那如果是出租房呢 很美好的一件事 就是房客在帮你研房 同时呢 你还能拿着大坨的增值 但是所有这些前提都是 你这个房子 你能留得住 你能长持 你能耐心等到房价上涨的时候 房价一定上涨 但是我不知道是明天明年 还是十年之后 如果你能长持 你一定能等到这个时候 就说要在预算之内 去买你的自住房 要买能够以房养房的 这种出租房 那现在呢 你说我根本买不到 那有可能啊 你自住房这条路就断了 如果你现在很年轻 如果你们夫妻收入不高 你们家庭的花费有很多 但是呢出租房还是可以买的 买出租房 你要放眼全美国 你找到足够比好的 就是便宜的那些地方 尤其是贵房价 旁边的便宜的房子的 或者是市中心贵的房子 旁边郊区的房子 你去找到足够比好 能以房养房的地区 这在2024年 在现在买房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要去买房 你要算好数 你要做好预算 你要做好估算 这样呢 能够保证你的财产安全 你的首付是你辛辛苦苦攒起来的 不要把它丢了 还能呢 让你把房地产被动收入这一条线 能慢慢的建立起来 你上车的早 你开车的早 你这个被动收入 你建起来就会快一点 如果你正在考虑买房 如果你是小白 那我希望我这些建议能对你有帮助 那到这呢 啰里啰嗦说了很多 我很感谢你的耐心 能看到现在 那我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在当前情况下 买房有什么注意的 买出租房 能买到以房养房的那些地方 如果你知道 哪里有这种价值挖地 有这种好的投资地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好 我们下期再见 给如果你呢 úsica rose СТ staat 拼不许